在先进的社会下,车祸也只是人类死亡的主因之一 无论是酒驾,开业车,或者是交通违规 都让同事亲人的家属们只能在诺大的马路上 论领着家人的遗体 而在2003年的香港 发生了一几香港史上最严重的路上交通意外 导致后来闹出了一起人尽皆知的诡异故事 大家好,我是希哥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丁九村 灵异传说 2003年7月10日,早上6点15分 一辆载有40名乘客 车牌号码为JU4-667的双程巴士 由主要出发前往天水围 而到了早上6点半 一辆巴士正好开到了屯闷公路的丁九段桥面 正当司机要转上弹四一套直线时 那辆货车突然从快线道硬切进中线 使得原本开在中线的货柜车被迫转到慢线道进行闪避 而慢速行驶的双程巴士 便被突然切线的货柜车给撞上 车位的保险杆被货柜车给整个扯开 巴士也因为突如其爱的撞击力道失控 将高架桥的忽然直接撞断 一般的车身就这样挂在半空中 不难想象当时车里的人们该会是怎么样的惊慌 现实终究没有电影量美好 过了约末几十秒后 车子那部落的平衡被打破 车头朝下 直至坠下35公尺的悬崖 接着撞上山壁 滚到下方的丁九村山坡 根据当时目击灾难的丁九村居民形容 场景就宛如飞机坠落那样 剧烈的撞击声 铁块歪曲的声音 以及人们凄惨 死吼的声音在山谷繁绕不绝 而于高度加上重力的作用下 四驱十八名乘客当场死亡 当中有不少天水围的学生与老师 另外两名乘客经常就后宣布无效死亡 另外二十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当下丁九村附近的居民 立刻出手协助伤者 检查也迅速赶到现场 将幸存的人们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 当晚酒吧公司立刻赶到丁九村举行入籍 之后也在泉湾西方寺举行法事超度亡灵 但与赔偿等事情 而导致后续相关受害家属感到不满 而脑得沸沸扬扬 大多是知晓此事人也认为 这次的事故太过惨烈 就算举办再多的法事 这里也终将会不得安宁 据传过了没多久 当地警局开始接到大量投诉 丁九村的村民们 短生日时分 发现附近有诡异的噪音传来 如果是看到莫名的黑影出现 不堪其扰而纷纷报警 然而警察心里清楚 这肯定是当时冤魂们在作祟 可碍于植物 还是一次次的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导致那段时间出警 都会被其他同僚戏称 野谈猛鬼村 那时去猛鬼村的警察说 近的村子 就算没有鬼 也下手离生病 因为他们看到村子里的每栋房屋 每个门窗 无一粒都被贴上了正鬼符 各位试想一下 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子 结果看过去是满山遍野的符咒 那画面看有多么吓人 更而逛在丁九村里 到处都是祭祀用品与纸扎人 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后来才得知 是因为这里有许多村民撞邪 心动的屯门清松关 也许他们派了几位道士 前来消灾解恶 对上符咒 希望能让这里的异象平息 但也许是车祸太过惨烈 最终这些正鬼符 无法争取滔天的怨气 居民仍然见到鬼影 又搬了几场法事后 相继搬离此地 在车祸发生几天后 金明远景来到此地 寻找报案求救人士 他们花了点时间 找到居住地理车祸现场最近 同时也是报案人的许波 在当时的新闻 许波接受过许多新闻采访 因为他家的屋檐被巴士碎片打穿 可以说是当时新闻媒体 最好的素材 到房之后 徐波未带来自己报案的原因 我昨晚深夜起来小便 我装着胆子想去看看情况 但才刚打开大门 就看见山坡上站了好多人 还有几个人在地上躺着 我可吓坏了 马上进屋关门 然后打电话给阿神你们 想请你们去看看情况 如果这场面再来一次 我大概要去住精神病院了 这时其中一位警察提问 想确定是不是徐波眼花 也许看错 不可能啊 我是村里私底特别好的那个 而且其实第一次听到哀嚎时 声音就像是从被打穿的屋檐下 发出来的 感觉非常近 自从巴士的碎片打穿屋檐后 我就拿帆布盖起来遮雨 但昨天帆布下 也发出了好多声音 有男有女 那你昨天怎么不去确认一下 帆布下的是谁啊 我出去 哇 你们今天没来之前 我根本不敢下床 我怎么可能敢去确认 当时的冤劲明明相去 也只能硬着头皮 到车祸地点山坡上巡逻 可不知道为何 苏联的手电筒顿时故障 当下一片漆黑当中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于是他们只能赶紧回到警局 可以到公路上 手电筒就全都回复正常 又过了几天 警方结果通报 在丁九村附近的工地上 出现了一丝走失的儿童 虽然警察心中前百个不愿意 但如果真的是时钟儿童 那问题可就大了 于是所有人带起装备赶往现场 他们再次沿着狭窄的山路 来到丁九村 而由于村里的道路复杂 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还来到这里 递到后 警察们迅速前往工地里头 希望在工人们下班离开之前 能惊喜些问话 可惜路上耽搁了太久的时间 这里的工人们 早已全都迅速离去 幸好 还有一个类似管理员的人 于是他们便上全询问 谁报的警啊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人都这么快走啦 管理员拿到头回答 呃 那你们怎么没有上去带他呢 问一下或是直接送回家也行啊 呃 我是没有看到那个小朋友啦 但工人们都说 那个小孩跑得很快 想要上前追赶 一个拐角就会小时无踪 来来回味好几次之后 大声里都觉得毛毛的 而且阿舍啊 我半夜起班的时候 总是能听到好多人在工地那里哭 可巡视过后 什么都没有 而且每次执行师 都会检查所有的地方 是否锁航门 确保没有人能进来 但是能听到有人哭喊着 好痛 救命之类的话 害我现在都不敢夜巡了 啊对了 你们接电话要收队啊 警察们疑或 为了管理员要这样问 而他表示 这里已经录夜了 他自己是绝对不会 带着他们进去探查的 他认为里面十分不干净 希望警察们能自己进去 而自己会待在出口的值班室里 谁要出来就能看见他 由于工地里有灯光 做他速度很快 没一会儿警察们 就把整片工地搜索完毕 却没有看见任何小孩 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队长认为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只是带队离去 顺便交代管理员 如果看到了小孩 记得要询问家庭状况 与联系办法 再打给他们说明情况 最后便离开此地 然而在离去的时候 夜里的山上开始起雾 要上道路不熟悉的缘故 一群人就在这里迷了路 只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走 寻路无果之后 队长交通回去 想请附近的居民帮忙带路 结果才刚转头 便看到山坡上下来一位 年纪月末死多岁中年人 也是队长客气的上前询问对方 该怎么走下这座山 嘿呀 这条就是你们刚才走进村子的路啊 你们现在只往下走 绕过几个小别墅 就可以回到公路上了 万芳感谢 你是丁九村的居民吗 这么晚还要下山啊 嘿嘿 我不是丁九村的 我叫做黄建雄 是住在天使围的 刚好来到这边罢了 不过也该走了 感谢你们警察的帮助啊 说完这位中年人就顺着岔路离开了 当众人回到公路上 正准备驱车离开此地时 一个队人急急忙忙跑到队长耳边 且且思语 呃 队长 刚刚那个人 为什么知道我们进村时 走的是哪条路啊 此话一出 队长立刻下了冷汤之丢 仔细推敲刚才那边说的话 顿时觉得万分诡异 队长跑一路口一看 立马发现这条路 是车祸那天 消防员与救护人员 运送死伤者的道路 而温度的地方 便是那天 拿来当作临时摆放尸体的地方 回到警局后 队长立刻查询 当天车祸的死亡名单 一个恶受容的名字 赫然出现在眼前 死者 黄健雄 男 12岁 居住地位 天学位 感谢你们警察的 帮助啊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一起讨论今天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我为十一哥 我们下次见 那么ona